再次强调一下 像multiset之类的这些排序容器 它的目标都是为了 有一堆数据要放在一个东西里面 一边往里头插新数据 或者删数据 一边还要查询 希望插入数据 删除数据和查询 都能够在logn的时间内完成 那这些排序容器是合用了 比方说像这st的erase 就能在logn时间内完成 如果我们用一个排好序的数组 那你要往在排好序的数组里面 插入一个元素 然后还保持有序的话 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你可以用二分查导 去找那个插入的位置 这个是logn的 但是你插入一个元素的话呢 你会导致它后面的元素 都必须往后移一下 这个可就是on的了 那在排好序的数组里面 删除一个元素也是这样 你删除了一个元素的话 后面的元素都得往前移 这个时间也是on的 那我们这个排序容器 就比数组比较好得多 那我们前面用的那个multiset 我们说它元素的排序规则是什么 就是a小于b 这个表达是为真 那么a就应该排在b的前面 但实际上我们使用multiset呢 还可以自己定义元素的排序规则 比方说我在这里 就定义了一个排序规则 我们看到这个排序规则 是用来对两个整数a和b 用来决定它们两个哪个应该排在前面 我们看到这里的规则就是 按照个位数从小到大排 对吧 但是呢 如果因为它反位之为处 就说明a必须排在b前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抬序规则 似乎不太完整 因为如果两个数a和b 个位数相同的话 就算这两个数不相等 那么这两个数谁应该排在前面呢 这里并没有说得清楚这件事情 对吧 那我是有意为之 等会能够看到 这能够造成一些特殊的效果 接着往man里面再看吧 好 在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multisetst 我们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下 greater int 那这个greater int实际上就指明了 st里面元素的排序规则 它的排序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从大到小排 好 于是我们看这有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这一个循环 把数组的十个元素都塞进去了 然后呢 当然塞进去的就是复制品啊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迭代器 然后通过这个迭代器 便利数组 st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输出结果是241194413 这个是从大到小排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又定义了一个multiset容器st2 这个st2呢 里面的元素都是int 然后排序规则 就是刚才那个路一 也就是说按个位数 从小到大排 但是两个数如果不同 但是它们的个位数相同 怎么排呢 没规定 这里面会有一定的 怎么排就 结果就不那么确定了 好那么在这里 我们同样把a数组的元素都插进去 然后再拿一个迭代器 然后呢 就来便利整个sd2容器 并且把每个元素都给它输出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输出的结果是12121243434 我们看到是按照个位数从小到大排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1和21 它的个位数是相同的 1排在21前面 只不过是凑巧了而已 并不是说一定就会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fine的函数 来找133 进行查找 那你说应该找不着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发现 输出新p的时候 输出的结果呢 确实是13 如果说找不着的话 这个p就应该是指向sd2的最后一个元素的后面 对吧 最后一个元素的后面 按理说 它那个位置是不存在的 那你 那你新p就要访问着一个 这个p指向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那新p按理说就会出错 可这里呢我们看到没有出错 而且输出了13 这是为什么呢 貌似找到了是吧 这是因为啊 在这个排序的容器里面啊 我们进行查找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fine的x 进行查找的时候 在排序容器中 查找一个元素y 使得x必须排在y前面 和y必须排在x前面 都不成立 这就是fine的意义 我们平常说fine的查找一个元素 好像说的应该就是 找一个元素跟这个x相等 对吧 但是在排序容器里面 所谓相等的概念 它变了 并不是说真正你找的东西 并不是说a等等 b 这个表达为处 才说明a和b相等 在排序容器里面相等 不是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就是 如果x必须排在y前面 和y必须排在x前面 都不成立 那我们就认为x和y相等 也就是说x和y 我们说不清楚谁应该在前面 或者说他们谁应该在前面都可以 那我们就认为 这两个东西是相等了 注意 那么在排序的容器里面 fine的表面上看起来 是要找一个什么元素 跟x相等 但实际上这里的相等 含义不是等等 而是a排在b前面 和b排在a前面 a必须排在b前面 和b必须排在a前面 这两个都不成立 那就a和b相等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谁排在前面都行 那就叫相等了 哎呀我怎么这么落魁 那因此我们这条语句 在st2里面查找133 虽然st2里面并不包含133 但是呢按照st2的这个排序规则 这个133的个位数和133的个位数是相同的 那么133和133排在前面呢 都是可以的 那么也就认为133跟133 这是相等的 因此说我们认为查找133是能找到的 被找到的那个元素呢 实际上就是13 因此我们输出新辟就输出了13 好了接着再看 第二个自定义排序规则的multiset的用法 这里我们需要对这个弄一个multiset 它里面放的元素都是student 学生的记录 然后我们要对这个multiset进行排序 按照自定义的规则排序 这里有个student的数组 对吧 那每个学生是由姓名 还有ID还有分数 三部分 那这里有一个排序规则入 它规定了两个student的变量的排序规则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 如果分数不相等 那returns1.score大于s2.score 那说明就是按照分数从大到小排 对吧 那如果分数相等呢 我们看到这里 s1.nm s2.nm 小于0 那也就是说在分数相等的情况下 按照姓名的字典序从小到大排 再说一下 将分数从大到小排 分数相等 就按姓名的字典序从小到大排 这就是排序规则 然后我们看看如何使用这个排序规则 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multisetstudent的乳st 很明显 这个st里面放的元素都是student的变量 是吧 然后他们的排序规则是按照刚才这个乳所规定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student数组里面的元素都插到了这个st里面 当然插进去复制屏 然后呢 multisetstudent乳 iteratep 这时候我们来一个迭代器 对这个st里面的元素进行便利 好 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p就指向了st里面的元素 对吧 那这时候如果要访问st里面的元素 它的score 这个域那怎么办呢 那自然就是p键号score 对吧 那我们输出了p键号score 因为这p像是一个指针嘛 然后空格 然后p键号name 然后再p键号id 那么那输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循环输出的结果在这 在这我们看到就是把这些学生啊 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排了 对吧 那分数相同的两个学生呢 我们看到哦 Cindy和Jack Cindy的字典序在Jack前面 所以他排在Jack前面 好了 那我们再看啊 这里有一个学生 他叫Mary 然后他的这个ID是1000 他的分数是85 我们看到这个st里面 有一个学生叫Mary 分数是85 ID是102 那这个st里面的Mary 跟这个s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吧 他们俩不相等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看st.finds 在这个s里面插找s 那你说好像应该查不到 但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 他确实是 能够查到了 这几条语句输出的结果是85 Mary 102 就说明查找到了这个Mary Mary不是在这里面是第二行 对吧 在这第二行 查找到了 明明这个s跟这里面的Mary不相等 为什么才能查 为什么说查找的时候能找到呢 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排序的容器里面 查找元素的时候 不是用这个等等 去进行比较相等不相等的 相等不相等的 相等的定义就是 两个东西 谁排在前面都可以 那这两个东西就是相等的 对吧 你看这个Mary它的ID跟这里面的Mary ID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Mary拿去排序的话 哪个排在前面都是无所谓的 对吧 因为我们的排序规则入一 它跟ID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跟姓名跟分数有关 然后这两个 这个s跟这个85分的Mary呢 他们的分数也一样 姓名也一样 所以这两个东西就认为是相等的 对吧 对吧 对吧